包括學聯、學民思潮 佔中行動在內的五方平台 展開雨傘社區宣傳 在將軍澳、寶林港鐵站的街站 有人扔水彈 在寶林港鐵站外面的學民思潮街站 有人在港鐵站高處投下多個水彈 沒有扔中人 水彈落點在街站前面 在街站的人就要暫時避開 當時召集人王之鋒也是在街站那裏 而途人亦都不敢走出行人路 擔心被釘中 學民思潮一直說要報警 五大之後就決定不追究